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放电是沿着固体介质表面的放电现象 展示了电场中固体空气 不同介质分界面上所出现的放电现象 当电压升到某一值时 玻璃管中间的电极处周围 集聚了大量的裂合 玻璃表面的空气首先被电离 形成多条沿着表面的放电通道 这种沿着固体和空气交界面 发生气体放电现象 称之为颜面放电 非常重要的 是 您可以收拾一下 放入冰箱 本场电磁大舞台的表演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